大家好,我是小梗,是一位初级的迷你小玩家 小梗自从击杀原国黑龙后,迷你大陆恢复了一阵子的暗定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小梗得准备好好修建家园 同时也为激活熔岩黑龙准备材料 现在每日必备做三件事 收割小麦,喂养小牛们和喂养小狼们 哈哈,这样循环每天完成 这样很快就能凑齐激活熔岩黑龙的材料了 哈哈,可是每次喂养小狼们总当心被他们咬呢 小伙伴们,你们看看,小梗已经收集了好多的皮革了 对了,看到流乱在外的狗狗们 记得上次击杀地心猿,全靠你们了 现在让你们留住街头,热晒雨里 小梗对不起你们啊 今天小梗就为你们盖一件爱心房子 这次小梗打算用岩石砖建房子 哎,又得掳岩石去了,好累呀 之前有小伙伴建议小梗做一个岩石收割机 可,可是小梗不会做啊 小伙伴们,你们教教我 哎,腰酸背痛,总算收集好岩石块 也烧好了岩石砖 下面小梗正式为狗狗建房子 建房子的第一步,把总体的框架建出来 小梗打算做22x13的区域 全部用岩石砖搭建 好了,就是这样子 第二步,小梗选择盖顶先 只用岩石台阶,按顺序放好 这样就很轻松的完成 哈哈,上面小梗还见多两个爱心模型 因为这里小梗忘了录制 不过,也比较简单 小伙伴已经很轻松就会学会的 最后就是用鼠光石块 玻璃,玻璃门砖,砖修即可 登登登登,全部完成 不过小梗觉得啊 总体上还是丑了点 毕竟小梗还不会装饰呢 老规矩,让小伙伴们打打分 如果满分是100分 你会给小梗打多少分 他会给小梗打